不过缓散的震惊之后 考古队员们心里又开心了 高兴了 为什么呢 物以稀为贵吗 少见的东西那才有研究的价值 当然了 凭现在的人手呢 要研究清楚这座怪木 显然是不够的 最稳妥的做法 赶紧向国家文物局汇报 因为这种情况太特殊了 因为可能你们买了47具怪木 这种这个杖子的话是从来没看过的 然后那个国家文物局得了这个消息以后 也非常振奋 立马就派了四位专家过来 刘新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国家文物局听说了一幕47关的怪事之后 居然极为重视 一口气就派出了李柏谦的黄景略 徐平方张忠陪着四位国宝级的专家 而且为了赶时间 居然打破常理 让四位专家乘坐同一架飞机赶将过来 一时间整个考古学界都轰动了 省内外的考古学者都纷纷赶赴静安 一睹这座神奇大幕的风台 他们看了这个景象以后的话也非常震撼 像黄景略 徐平方他们几位老先生 那么大年纪 很亲自下到木坑里面去 到棺木旁边去仔细的查看 要说张忠陪等这几位顶尖专家 绝对是见多识广了呀 看见过的古墓也不知道有几百上千座了 能够让他们说出太震撼了 这样的话 说明斋犯党这座古墓绝对是非常非常罕见 那么对于47具棺木挤在一座墓里的怪事 专家们是怎么分析的呢 结合发掘到的东西和史料记载 有人当时就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他想啊 会不会是这么回事呢 春秋晚期的时候 在一次保卫国家的惨烈战斗中 徐国有一位将军和部下呢 不幸全部都战死沙场了 国军悲痛晚分 下令把这些为国捐去的将士们全都葬在一起 规格非常之高 这才有了同一座墓里的47口棺材 这个猜测听起来那是合情合理 不过考古工作不是说你听起来合情合理就可以的 靠的不是想象 得有实物当证据 那么什么东西才能印证这个猜测呢 兵器 没错 如果这真是一个将军和士兵的合葬墓的话 那么他们生前使用过的兵器就一定会跟着一块埋进坟墓 那么眼下这个时候所有的棺木都还没打开呢 说不定这些兵器或者别的什么陪葬品都在棺木里搁着呢 带着这个希望考古人员接下来把墓里的棺木是一口一口打开了 那么他们发现了自己想找的东西了吗 很遗憾的告诉你 一件兵器都没有 不仅没有兵器就连有价值的陪葬品都没扰着几件 这个真是怪帅了 要知道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呀 叫做是死如生啊 意思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到了阴间还得接着过日子呀 所以古人对死后的排场看得很重 有钱没钱 不管怎么样以后用得着的东西在墓里边总得搁上几件 可这次怪盟有几十具棺材的这么一个大墓陪葬品却寥寥无几 仅有的几件那也都是一些小东西 从里面赤土的文物来讲呢 这个陪葬的东西来看呢 大部分棺木都是当时他们的主人墓葬主人的身前的工具 这些工具呢都是一些青铜器 小铜刀啊小铜销啊小铜枣啊 虽然他们确实是青铜质地的 但是从他们的体积来看 那绝对不是大家期待当中的兵器 而除了这些小工具之外 考古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提供墓主人身份线索的东西 这个结果让考古队员们心里拔凉拔凉的 可没办法呀 考古工作还得按程序走下去 眼下这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些棺木和里边的尸骨了 考古队请来了国内最权威的人类学骨骼专家 对棺木里边一孩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 好确认这些尸骨的性别年龄和死亡时间 这些东西呢 就是破解静安古墓谜团的最后线索了 很快 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您猜怎么着 鉴定的结果不光推翻了 这是一个将士合葬墓的猜测 还让笼罩在静安大墓上的谜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难以捉摸 怎么回事 原来经过鉴定这47口棺木当中残存的人骨遗骸竟然全都是女性 而且还都是年轻女性死的时候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 女性 年轻的女性 18 9岁20岁左右的女孩子 我还可以给您透露一个信息 这些年轻的女子 个个都还身材苗条 容貌出众 当然肯定有人说了 你不要胡扯 是吧 你忽悠什么呀 从尸骨能鉴定出人的性别年纪 真是不假 但是凭几块骨头 凭什么说他们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这话不是我说的 专家说的 从他的骨相 你看他全骨 他那眼睛摆的那个位置 而且就等于是骨骨的下隔的那个 他那个弧线呢 都非常柔和 假如就这么 你看着他那个头骨呢 你想象如果和那个肌肉 什么都护眼上 从他那个摆的那个匀秤 和他那个比例的分配 这样是非常漂亮 怎么样 没瞎说吧 我一个墓里边 埋的竟然是40多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这个结果 那是再一次把人们给惊着了 这些年轻姑娘 那肯定不会是所谓骁勇的战士 花木兰 古今就那么一个 当然了 也就彻底否定了 这是个将军墓的猜想 不光是这个猜想 之前还有人提出的另外几个猜想 认为这个说不定是一个什么家族合葬墓 这家的主人 要么就得罪了什么王族权贵 最后全家人被逼服毒自尽什么的 要不就是碰上什么大的瘟疫 全家人死了好几十口子 最后被埋在一起 这下 这些假设也通通都被推翻了 你想啊 一大家子人 哪能全是女的呢 当这是女儿国吗 这叫徐国这儿 是不是 那就说 这四十多位姑娘 究竟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大了 又为什么会被人埋葬在一起呢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在静安斋饭岗这个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